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化疗以后许多病人会出现恶心呕吐这个症状 这个就是化疗药物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症状以后 医生护士应该是及时进行处理 就是对化疗药物出现的副作用进行对症治疗 可以用一些止吐的药物 止恶心的药物 再一方面就是如果是病人这个反应特别大 是不是要调整化疗这个药物 脊梁 时间 种类 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处理 一般来讲就是出现恶心 吐吐症状以后 对症治疗的话应该可以缓解减轻病人症状 对症状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